就是萊姆 萊姆的枝 OK 那怎麼接 我們用萊姆的枝 接到這個甘吉樹的樹上 OK 讓它繼續長 對 讓它繼續長出 最後我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真的大顆的萊姆樹 原來它的全身是甘吉 對 是野生的甘吉 原來是這樣子混搭的 每一種的萊姆可讓我長知識 大哥說明萊姆與檸檬 同樣是甘吉類 而且放久了 通常果皮都會漸漸轉為黃色 差別在於萊姆外皮 較薄 光滑 而且無質 外型上是長橢圓形 味道也沒有像檸檬這麼酸 不過是同樣含有 豐富的維生素C 大哥說它的萊姆 連皮都可以吃 這我就要試試看啦 很香對不對 很香喔 很提神耶 台灣Dating 台灣的資源豐富 無奇不由 我們曾經去探訪過 有上帝的配方之稱的 海洋深層水 更喝過清澈甘甜的 藍寶石湧泉 但您知道嗎 在竹北有一種黃金水 喝下去之後呢 可以讓人皮膚變得白透水嫩 消除疲勞還能夠預防感冒 跟著想把我一去一探究竟吧 話說今天要來找黃金水 但是我手上就有兩個信物 一個是什麼呢 鐵絲 一個是毛巾 居然要受訪者要叫我準備 這兩個東西才來找他 黃金水 好 大哥 你好 是... 大哥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有... 對不對 你叫我帶著鋼絲跟毛巾 那這兩個東西要幹嘛呢 是... 這是工具還是怎麼樣 祈福用的嗎 是... 要開刀用的 要開刀 要開刀用的啊 是... 好...來 我跟你去開刀 來... 沒想到他是個醫生耶 達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讓人是摸也摸不著 只是在找黃金水之前 居然要開刀動手術 我哩咧 到底怎麼回事啊 大哥 這邊沒有什麼水源啊 黃金水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果園吧 這是萊姆園 萊姆園 但那個手上的鐵絲根 你剛說要開刀 對 開刀 要開什麼刀 我們要... 抓蟲 我要把... 除害蟲 這個你看 這個好像壞掉了耶 不是壞掉 它這個... 它這個... 好像... 你不用激動 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這沒有壞掉 沒有壞掉 因為我們就是不使用農藥 是 純天然 所以必須要來給它開刀除蟲 我這個... 我這個鋼絲是用來把它 戳溼是不是 對 要去把它引釀出來 引釀出來 來... 開除的話它有痕跡 像這個 像是它的排泄物 牧穴 吃進去排出來的牧穴 這裡有它的那個... 有看到了 看到排泄物 在這邊 我們就用這個鐵絲 把它穿進去 因為不到再上還再下嘛 對 把它的就要試了 引出來 對 要試了 引出來... 其實我們這個植物 只要是有機養殖 不用農藥什麼東西 來除害什麼 就會有這種問題 那人工呢 就要跟它拚方法 要比智慧 看怎麼要把它弄出來 有... 有耶 那個好像蛆喔 對...小小的 它還這麼小的時候 白白的... 那裡面確定還沒有了嗎 沒有了... 大根萊姆源因為堅持 自然農法種植 不用農藥化肥 所以常常遭到天敵摧殘 因此除從成為它最重要的課題 各位 原來就是這個的寶寶 就是...就是這個 就是天敵 萊姆的天敵是天牛 天爺的天敵是整大哥 哇...看到沒有 對... 這隻天牛 這供著母的 要去鑑定 鑑定喔 還要這麼複雜 倘若說這個天牛是母的話 它一次下蛋是可以 總數量 總數量的話應該幾十顆啦 但是它會下在同一個地方嗎 不會...不會... 就到處下 對...分散 它的主要的那個技組就是 這個叫做 圓香科的甘菊樹 只要是圓香科的甘菊樹 包括萊姆樹 對... 它就會在那邊下蛋 他喜歡那個樹 大哥那這個毛巾到底要幹嘛 這毛巾的屑屑弄 這個... 這個除了我們可以擦它以外 哈哈... 你也太好笑了吧 這個好... 好直白的大哥 用在我這個萊姆源的話 這個是當作一個包... 包紮這個樹頭 就是說防止天牛在那邊殘的 哦 它是要包得厚厚的 包得厚厚的 包得厚厚的 要包厚厚的 包太薄的話 牠那牙齒很利 就把它養厚掉 為了避免天牛再度殘暖 除了開刀除蟲 還需要包紮 天牛成蟲 不但會啃食樹皮 最可怕的還是會在樹根殘暖 一個不小心 整棵萊姆樹就再見啦 一年的辛苦也就會白費 在台灣萊姆 可不是那麼容易重的 大哥說是用代理孕母的方式 是什麼意思啊 我沒有從這個甘橘樹 接到這個萊姆樹上 你說什麼 要從甘... 這棵現在是甘橘樹 對... 甘橘樹要跟萊姆樹做... 萊姆樹做結枝 做結枝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萊姆 它沒有種子繁殖 所以我們用... 牠不會生就對了啦 對...牠不會生 戒附生... 戒... 戒這個... 這叫什麼東西 戒附生子 蛤... 代理孕母啦 對啦 對... 突然間這種狂狂說不出來 代理孕母就對了啦 所以甘橘是他代理孕母的一個方法 牠的前... 前生吧 又是前生 牠的前生 OK...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把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萊姆... 萊姆的枝 OK 那怎麼接 我們用萊姆的枝接到這個甘橘樹的樹上 OK 然後讓牠繼續長 對 讓牠繼續長出 最後我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真的大顆的萊姆樹 原來牠的前生是甘橘 對 是野生的甘橘 原來是這樣子混搭的 以後看到有一個人很沒有種很膽小 就說你很萊姆 然後他說什麼意思 沒種 什麼意思 聽不懂 每種的萊姆可讓我長知識啦 大哥說明萊姆與檸檬同樣是甘橘 魚類而且放久了通常果皮都會漸漸轉為黃色 差別在於萊姆外皮較薄光滑而且無質 外型上是長橘圓形 味道也沒有像檸檬這麼酸 不過是同樣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大哥說他的萊姆連皮都可以吃 這我就要試試看啦 很香對不對 很香喔 很提神耶 很提神耶 就開車如果開到冬途吃一片很不錯 吃一片很不錯 要這樣的表情嘛 大哥 不是我很少 我很難得在收包檔面前 沒有辦法演示我自己真實的 本來是不是很好吃 給你這樣表情出來的 不是不好吃啊 酸啊 因為很酸喔 我覺得很酸啊 因為我覺得不酸啊 那你比較會吃酸啊 我吃一個就是很提神 馬上演得都亮 對啊 所以這個很保健 要不要 我怎麼還要 曾大哥可說是台灣量產萊姆的第一人 用盡畢生心力栽種萊姆源 二十多年前因為種植的人很少 所以他才姑且一試 喬著萊姆一化開 清香撲鼻 餡壓成汁 馬上成為一杯最天然透新涼的飲品 這個樣不會就是 黃金水 黃金水 你看到沒有顏色 就很像黃金 它可以養顏美容 養顏美容 因為裡面維他命C非常的豐富 對 我增強這個免疫力以抗力 接下來後面一直有 在切東西的聲音 這位是 來 我兒子 貴公子 你好 你在切萊姆是不是 對啊 我在切萊姆 那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 萊姆醋 萊姆醋 對 萊姆醋 你爸爸剛剛講說養顏美容 對不對 維他命C 補充的體力 對不對 是的 那這個萊姆醋呢 就是做 就是我們喝 喝下去之後 它就會幫你調節體內環保 但是這個 大家以為這個萊姆酸是 酸性嗎 其實是鹼性 它是鹼性的 哦 所以它酸鹼中和 沒錯 沒錯 慢慢用這樣的果醋 來調理裡面的身體狀況 而且又好喝 又不舒服 大哥說做萊姆的前幾年 最大的困境就是消不出去 後來想做成萊姆醋 才能夠解決問題 接下來我就要進入 大哥的秘密地窖 平常經過醋水跟冰糖淬釀 封存住的金黃萊姆醋 好 好 大哥 這怎麼那麼暗啊 還沒有開燈啊 還沒有開燈喔 是啊 誒 這是地下室的嗎 這是地窖 這是地窖 是 這一桶一桶的 全部都是醋 是 哇 所以你已經是做醋的達人 對不對 你看到沒有 這個 這個好醋 這個真的好醋 這個像這樣 對耶 這個是九十年的 九十年啦 民國九十年 民國九十年 哇 那現在十幾年囉 十五年 這可以喝嗎 可以啊 真的假的 這個喝的比這個 新鮮的那個一年醋 味道更好 更香 哇 之前我喝過那種醋精 你聞聞看看 你先聞聞看看 老醋的味道很沉 對 它不像新鮮的那麼衝動 對 感覺會比較髒 十五年啦 你看 它在這邊已經十五年了 吸收的是日月精華 完全不能公費 而且我覺得它不需要稀釋 沒有稀釋也可以 不要稀釋 就這樣一點點喝 一點點喝 不要喝太多 一點點喝 對 品嘗一下 胃口大開 對不對 好像感覺有點 好像有點 對腸胃非常好 它這個你喝一點 它會熱熱的喔 對 對 我愛上你這個醋 沒問題 然後什麼時候什麼事情 再請你喝一杯 就這樣子 對 只是說自己剛剛不帶走 這美麗的意外 讓我忍不住豎起大不值 醋味降低 不嗆皮 就像美酒一樣 越沉越香越順口 溫順帶盡 達哥說萊姆入菜也是一流 清香去腥提味 這烤魚跟翁仔機靈上 香氣四義的萊姆 保證都讓我驚豔 厲害囉 這個要給他吃吃看 萊姆入菜 吃了你就知道 不錯耶 不錯喔 而且很香 有萊姆香 各位 我覺得滿滿一桌菜 剛剛包括說你們的 種植萊姆 要跟這個 柑橘樹來接汁 對 然後到後來自銷 到後來呢 乾脆我們來做後端的 把它做成成品 產品 加工 加工 到現在呢 兒子 爸爸種 對 一條龍都做出來 經過了20年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個人看待 成功這件事情 你們之後放了這些東西 就代表成功 成功什麼呢 成功就活在當下就好了 你要不是20年前那一天 你太重了 如果你太放棄的話 就沒有了 你每一天都堅持一下 堅持到最後就成功了 成功是每一天 當下累積出來的 而不是說明天怎樣 後天怎樣 未來怎樣 來不及了 就是今天做好 對不對 沒錯 所以你現在把行銷做好 未來就得了 沒有他的堅持就沒有今天成功 是不是 沒有你的堅持 也不會有三個小孩嘛 對不對 你已經有三個小孩 你爸爸抱生子了嘛 沒錯 這跟萊姆有關嗎 多知啦 多知生萊姆 以健康為數學的無獨萊姆 闖出一片天 做兒子的甚至揮君北上 自殘自消 在台北開啟萊姆果汁店 單月一頁額最高兩百萬 萊姆更因此大翻身 不再是調酒或烘焙的配角 而是守護健康的主角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摩莎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臺灣提令